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诗兰算准李从文不敢 也不愿炸国宝 对李从文的威胁置之不理 李从文只得束手就擒 李从文与萧月被抓 诗兰要将两人就地处决 组成武在最后一刻赶到 救下两人 诗兰丧心病狂 捡起李从文脱下的炸弹 要与国宝同归于尽 诗兰拉响引线 炸弹未想 原来李从文为了防止国宝受到伤害 早已将火药掏空 萧月亲手处决诗兰 解放后 萧月突然出现在李从文面前 渡江战役后 萧月没有随同部队前往台湾 而是留在大陆潜伏 解放后 亲眼看到重获新生的国家和人民 萧月感慨良多 安葬了沈月红和小北 萧月找到李从文 真正的回心转意了 党务协调中心高又天 滥用公权力 隐秘黄陵藏宝于夜县霸下阵 并且秘密派人看守 当觉察出机要秘书施兰 是我派驻的调查员以后 他用密令特工紧急把国宝转移出去 却因之日寇发现 引发围墙 致使国宝炸毁殆尽 武当当因此为鉴 公权力谋私者 害人害己 祸国乱党 高又天 从即刻起 你将停止一切公务 接受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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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反坝下的驻军有多重要了 因为战事一起 这里的众多车辆 还有江边的火船 都会变成 让敌人腹地受袭的工具 来 聪文 是 故地重游 别有一番感受 所以我们更要加倍小心 嗯 对了 我们先从侧面了解一些情况 看看用哪种方法 跟小岳碰面比较合适 好 那咱俩付箱 你安放群众 我去探查环境 以便发生危机情况的时候 好有应对途径 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在这里会合 聪文 嗯 与其长久思念 不如去期待重逢 就一定没有奇迹了 那场灾难 你不也活下来了 别跟着我 等等 你不能这样 你每次都不给钱 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别跟我这儿放屁 老子保家为苦 喝你喝酒都不行 混蛋 哎 哎 哎呀 小羽 不许动 哎呀 我前来 哎 别放 开 别动 杜江战役前夕 国民党内反动势力 对辖区的管制异常严酷 而此时 萧月才有了真实的职务 真实的编制 驻守位于水运县上的坝下镇 眼熟吧 现在这是坝下稽查分队 拉进去 走 走 营长 共党啊 听说都鸣枪了 他不掏枪 我都懒得搭赖他 听敏感的时候 还闹出这动静来 真他娘子果乱 进去 走 进去 苏武警 都给我苏武警 你们面前的这两个人 是共产党 是偷偷跑到坝下来 妄图通过财色利诱的手段 要我领兵造反的 他们这事瞎了眼 我军众志成城 同仇敌忾 哪有贪图彩色 其党国余不够的道理 今天 我要当着大家的面 以最严厉的手段 突死他们 在我讲话结束后 他们会被捆上石板 沉到江里活活地淹死 我要以此昭告天下 我霸下防卫营 是一支无缝可钻的铁军 我也要以此 警告那些耻媚亡良 一切阴谋 在我霸下阵都不会得逞 一切妄图搞阴谋的人 在我霸下阵都不会有好下场 我霸下阵都不会有好下场 醒醒 醒醒 走 别动 走 别动 二位 忍着点 再难受也就几分钟 之后 就一了百了了 小月 我问你 为什么当时 你给我和佑珍那枚手雷 我跟你说过 如果真的遭遇不测 也别死在鬼子手里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你 包括现在 你信吗 我相信 推下去 快快快拉上来 给我拉上来快 拉上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 快 把衣服换上 您这是 哦 泡水时间太长了 尤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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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追杀任务 都是围绕了这个目的在演习 小远 你们太残忍了 所有被追杀的人 包括你的妻子沈月红 都是冤死鬼 因为我敢断定 他们挖出的藏宝全都是假的 全都是以假乱真的赝品 一开始你们就知道 但是你们不说 把一切都往真里做 直到祸毁人亡 以此告诉所有的人 霸夏镇的那批藏宝 永远的不复存在了 于是 再也没有人搭理霸夏镇了 于是 建了沙场 引来了移民 禁了驻军 但是这回和以前不一样 他们是真的百姓 真的驻军 唯独只有你 隐藏着特工的身份 你千万别说不是 那批藏宝 依然沉睡在 霸夏镇的底下 从文啊 我 带你去个地方 看到月光照进来的那块地方了吗 当初他们费尽周折 追溯到这儿 挖走了两项黄陵藏宝 鸟兽散聚 你说的没错 那些都是燕瓶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对吧 这点你真的分析错了 整个追杀过程 我跟你和邮真一样 全都蒙在鼓里 所以当初 施兰执意不肯改变线路 我也很不理解 直到后来 才知道了真相 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 许多事情我很无奈 但作为这次任务的指挥官 我不容置疑 我也有情报可以证实 走这条线必遭违袭 但这正是我想要的 你说什么 我是带着藏宝的地图 去罢下的 当你跟我描述完整个过程之后 我就知道被反叛者挖出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追回的这批藏宝 只是鞭皮 这是在绝密档案里也有记载的 当初 藏宝者为了在意外情况发生时 可以掩人耳目 专门制造了一批验品 并故弄玄虚地 规划出一整套 埋藏地点的逻辑 当人费尽周章地挖到 这批东西的时候 谁也没有回想到 这是一批假货 你是 故意要让大家遭遇危险 不论是 这批仪尽 对 就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都会被炸为灰烬 只有这样 真正的藏宝 才能够安安寂静的 继续休眠在霸下阵的底下 所以你让大家遭遇危险 然后在周末归归之下 扎掉宴品 让所有人都以为藏宝尽毁 从此去了念头 我是愚蠢又固执的女人吗 所以我说 身为指挥官的我 不容置疑 这就是我给你们 那枚手雷的原因 就算注定是冤死鬼 也不能死在鬼子手里 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以后 我有了真实的编制 编号CH003T上校军衔 这个身份和在坝下阵的任务 皆为绝密 由施兰单独管理 单线联系 聪文 我没说假话 月红死了以后 我从心里就废掉了 知道吗 他临死前 我们俩是单独在一起的 那一刻我看着他的眼睛 却一直看到我自己的心底 我发现我们是一样的 一样的盲人 他背叛忠诚 我他娘的被忠诚禁骨 却是一样的盲人 那时候我才想明白了 为什么执行任务的 不该有思想 有思想 就会在心里为自己留下一块地方 而我们啊 从文 我们恰恰不属于自己 谢谢你跟我交点 因为随后就是生死一战 从文 我知道 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换成我我也会 就算赌一把吧 你输了 死 我输 万劫不复 当真相浮出水面的这一刻 李从文心中满是信心 虽然暂时与组织失去联系 虽然自己身处困境 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 已因其本身的腐朽而溃了 他们必将 佑珍 可怜 我看见 佑珍 漂亮啊 以前整天拿着麻子脸对着大家 现在一家伙变回来的 蛮有资色啊 你瞧瞧哪有这种人 当着自己老婆面咔别的女人 不想活了这是 活花荡漾之时啊 却总有门神锁住春光 已婚男人的悲哀 莫过于此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 他们是欺负我麻子脸没男人是吗 还愣着干什么 快坐吧 好 走走走 佑珍 你着急大家是有什么事吗 李从文在坝下阵 他还活着 能活多久就不知道了 他想策反萧月 结果却被抓起来 当众处决 我没能救成 却赢回了些时间 我想萧月应该不会杀他 而是守株待兔 等人去救他 好一网打尽 怪不得满世界的密哨呢 现在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救不了他 所以才把大家叫来 一起商量对策 你不是说 萧月已经在守株待兔了吗 所以找谁当帮手都不行 只能找你们 救出从文 我们就只能 就只能跟他了 那就等于 没有别的路可走吧 六年过去了 人们已经把我们忘记了 我们都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老百姓 孩子们也大了 现在让我们新生 而且是在共产党面前新生 有着 他们可很快 就是新政权了 就好不容易漂白了 现在却要跟新政权兜底 有着 我知道 我没有勉强大家 一切都凭自愿 其实之前 有一个共产党跟我在一起 但我让他回避了 就是因为这个 你听我把话说完 咱们这些人 曾经一个个冒死反叛 为了什么 为了真正的过生活 我理解 大家能够活到现在 真的很不易 如愿以偿过了六年日子 知足了 各位 当初共产党能为咱们玩命 咱们为什么 就不能跟着共产党 赌上个蔚蓝呢 你也是啊 佑珍 大伙强调强调付出 无非想选择这个英雄的气质 结果大伙铺垫一半 你就下结论 我们能有今天哪 那都是从文所赐 他有难能不管 那你们要不要见一见 跟我在一起的共产党 这见之前 我要不要先昏到这身 资产阶级打扮呢 一见到这位共产党 我立马揭皮你的腐朽生活 其实这个人你们都认识 他是鸾山游击队的队长 江红英 咱们 你 干嘛你 两位大哥 我进去 给我家的男人 松口吃的 你家男人谁呀 这波 你也不给我留一个 赛 怎么人 别动 连长 这印证了我的话 来的都是高手 把神经给我捧紧了 连长 向右看前 向前看 上去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 有迹象显示 那个共产党要犯的同伙要来捷御 弟兄们 必须提高警惕 大家听清楚了吗 要 小元 还记得以前吗 我们经常被别人捆在一起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偏禁了 我说过 我不会放弃你的 都这德行了 还打感情牌 当初你是怎么给何佑珍做统战工作的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他知道你的身份了以后 为什么没杀掉你 因为我们有了感情 因为我们有了感情 所以说 你是个善于利用感情达到目的的骗子 但是对不起 何佑珍吃这套 我不吃 不是 聪吻 其实你的情感也很迷茫 我现在相信你的话了 你的确不知道那个马脸博是谁 我们都一样 都在猜测 但是你被这个猜测弄得万分纠结 何佑珍若是已死 你会复救终身 他若还活着 你们俩又该如何面对未来 我期待在你人生的最后一刻 和他重逢 天罗地网 我等着 别瞎分析了 你赢不了 除非你能从我手里飞出去 失败 你 怎么看 多么 死于人呢 我 你 你 多么 你 万一 几十几年 我 那别瞎 我 你 我 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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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 B组全部起床 准备换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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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爆 请 财 review 又是 理会 理会 /. medium 保再谈 geri 风打热门没劫 军阳搜索红山 立即蒙了赞美兰 任何人不能信徒 是 看路径 他们是要以 神女风没端线 展开搜索了 这就对了 还真让你说着了 警报一响 咱们就出阵 咱们走吧 走 何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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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联络我 一点音讯都没有啊 你公平点行吗 我怎么联络你 想联络就能联络啊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联络我 你可以有一万种方法 让我找不到你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活着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都在想 每一天晚上我都在想 想爆炸的一瞬间 你所处的位置 我就是想找一个答案呢 翻了那么多资料 我都快变成物理学家了 我想给自己一个希望 给自己一个答案 证明你活着 可是我就是求证不出来 谁 崇文 崇文 崇文是你教的吗 李崇文是你教的吗 魁又真 如果是我要没有性命危险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现身了 你是不是这一辈子就不现身了 在杂活部 我看见你那麻子脸的时候 我就一恍惚啊 可是你呢 你对我视而不见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吗 你怎么就能做到对我视而不见 那你希望我怎么样 出来抱住你 告诉你我是何又真 最近把你能给我一点暗示吧 我有时间吗 刚路过家门江洪英就被抓了 我连办法都还没想出来 那你又被抓了 你不给我时间你赖谁 咱们没有时间 就江洪英的时候 我左躲右躲 我躲了一上午 这不是时间吗 你还好意思说救人哪 你那分明就是自投罗网 我们说的是这件事吗 我们说的不是这件事 既然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件事 你就不要劳在这件 行了 你看你又开始虚道了 我们又开始吵架了 看到你在我面前 还像个大男孩一样 真好 摆事实讲道理吗 摆事实讲道理吗 好了 我认输 至少我知道 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想着我 你说的没错 我是故意不联络你 我只是想验证一下 时间是否真的可以慢慢消减掉思念 让人忘了一切 不过现在我验证出来了 时间可以消灭一切 这是调为真理 这几年 你是怎么过的 我过得很好 马自连可以帮我掩盖住一切 这些年在我的脑子里 演绎过很多种重逢的情景 一个比一个浪漫 可我没想到 在现实的情景中 就是从大石板上卸下来一个动弹不了的肉坨子 你对我的比喻 你对我的比喻 永远都是那么恰如其分 不过 泄肉坨子的情景 倒是跟马自连比较般配 想什么呢 在现我演绎的浪漫情景中 用的是哪张脸 你 可以是马自连 不过 要很快地泄掉 露出你本来的面容 受不了马自连 不是 是因为 我太想见你了 你 有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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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默默相守 寂静 永远 你确定你的心脏没有你了 老毛病了 要有状况我会有感觉的 我起草了一份特别令 您帮我签字 联合刑目有国际处管 你就有签字权 我是新官上任 太露锋芒了不合适 挖掘物品 我写为日军遗留的化学剂合适吗 总不能泄民是藏网吧 喂 是我 施主任 有个编案号码说是找您的 编案号码我不接 可是对方起用的是特意紧密码呀 您看这 接过来 好 情况就是这样 李从文何优真一众 暂时脱离视线 但我已经通知山区所有绍港 并立即调集所有人手 进行地毯式搜捕 小月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竟然把人放跑了 小月受他怀疑 当初的漏网者豁然前来霸下 可能是觉察到了什么 那是他边瞎话呢 我看这个命就是他谢 您要相信我暗插的人 是忠诚的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酒鬼 是啊 夜长猛多 我们现在应该立刻展开零和行动 没有受悬寒 我们不能先做动作 什么时候了 还只注意谁先谁后啊 小心驶的万年船 你看我们的后半生都拴在这个线上 不得不格外谨慎哪 这些年你把藏宝图攥在手里的 不就是为了防备我吗 我说什么了 对此我说过什么呀 那是因为你心里明白 藏宝图仅此疑愤 一回就回 在这关键时刻 咱们 别动脑得不愉快 只要您心态端正就不会 你是在质疑我 我只是坚持原则 受人还没有到 我们就不能先有动作 可是现在秘密已经泄露了 再说萧月 他未必能抓到这些人 公子长 我们都是经过风浪的人 不是吗 小马 帮我出趟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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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鞋 走 走 我可以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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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主任 翁司长在途中发生车祸 本人重伤 司机轻少 肇事者起车逃逸 谢谢你 下马 应该的 我来看你来了 望次长 很久以前 高处长问了我一个问题 如果处里同时有两个人 禁职处长 一个 还有三年就要退休 还有一个年妇李强 两个人都视我为左帮右币 我应该帮谁 我回答不出来 于是他就告诉我说 当然是 帮那个混对秀的人 原因很简单 年妇李强的上了 我永远都在他之下 而那个混对秀的上了 三年之后 这个处长就是我的 也许你现在再也听不谈了 任何的声音了 可我 仍然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年来 我游认在最肮脏的权力关系之间 从一个小人 变成了现在的我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恩赐 你 高处长 女主人 你们的恩赐 是你们教会了我 如何找到通往成功的结局 那就是 跳脱出人类 本性之外 将一切的情感 左右成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宫区 最后一步棋 您没走好 您起劳 别起响 你看 你 船山中国最快速度拉了封锁线 没道理搜不到人哪 从沈女峰到喉山 十二个稍锁 封锁线也是无缝连接 除非共产党没走这儿 否则没道理啊 没从这儿走 也不会 不走这儿 就得走委托岭 那可是天险啊 报告 委托岭上岗急报 那里遭受袭击 若干工具未解 拜托岭上岗路 都在上岗路上 从事里探索 二岸 女家 这个 birth 冲雪 大和 冲雪 小姐 我 宋雪 你 弃 宋雪 宋雪 再次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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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一定要慢点 小心 好好休整一下 过了这片山区呢 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难题了 聪文啊 咱们接下去上哪儿 我们穿过这片山区 找最近的当主人 国民党的飞机 是不是够我们来抢时间啊 是 我是真不想说脏话 并不可以说 太难了 我们还得再从悬崖上翻回去啊 你不用回去 你去送信 这趟我是玩藏的 明天一早我就理应 想上头请罪 别别别 您别紧张 他们就靠这些简单工具 过不了委托力 我坚信啊 他们都摔成肉酱了 你不了解这些人 他们既然敢玩命 就一定经过概率算计 至少能保证有一个人穿越天险 什么来人啊 走你的 走 走 施兰知道这场行动都是骗局 时间是成功的关键 肖月是时间的关键 为此 他可以对肖月表演出最温暖的情感 你看 现在我来了 就表示一切都快结束了 可是李从文他们跑了 我怕秘密 所以 要强出个时间差 一切都要抓紧时间 但是 没事了 没事了 只要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开决工作已经按部就班 这次任务 国防部授予了最高权限 丽保在一周之内全部完成任务 所以即便秘密已经被泄了 我们也能敢在共党做出反应之前 把它全部结束掉 好在这片区域 现在还是我们的地方 真正的藏宝埋在哪里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在哪儿 当初反叛者受到障眼法的签名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推理 找到了艳品埋藏的地方 客观来说他们已经够聪明 但聪明反被聪明 这些人最大的通病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 都按照最难的方向去想 事实上真正的藏宝 掩埋过程是非常藏足的 对 艳品是在藏宝掩埋之后伪造 在你们受命去坝下之前 秘密掩埋的 而那时候 藏宝者才针对那些聪明人 规划出了障眼法的方案 也就是坝下阵重建的布局 反叛者识破了布局中的玄机 恰好也就中了计 正所谓一夜障目 他们在复杂的推理过程中 却忽略掉了一个 其实并非难以发现的细节 坝下镇底下地道纵横 但却没有一条 从晒谷厂闯过 晒谷厂 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幸亏反叛这里 没有头脑简单的人 否则还真不好说了 整个隔离区 之后都会拉网后面 已被在 出现非常状况之时 既能够由内向外地 观察情况 又能够阻隔入侵者的 快速突出 隔离区为方形 四角都要搭建料网塔 拉网会在东北侧 料网塔方向 留有十米长度的空隙 形成出入口 操作区位于隔离区正中位置 四周用沙石累计成公式墙 顶部又由布封闭 南端为出入口 顶部也由油布遮挡 保证整个开决过程 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 藏宝对外宣称 是日军遗留的化学剂 开决之后立刻撞车 便送入一艘预留的引沙船 混入其他船只一同立岸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很久了 我一直都在想你 坐 坐 坐 我有个疑问 这不是外事处的任务 对吗 是 你不要骗我 这根本是你 利用职权 假决外事处的名义 满天过海 我为什么要骗你 我私下来找你 就是想向你坦诚这些的 许政界 我想要去旅行 你以为你 让你做的事 反正 吗 你得罪啊 我 你得罪啊 你得罪啊 你负责这些 你会罪啊 我借了什么 把你责了 付出了残痛的代价 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要用他们 得到我想要的 我想 你比我更加感动身受 我们小众挡过 得到了什么 组成五两个部下 想要饭水说啥就啥 可高层们个个 消尖了脑袋往台湾跑 你以为 他们真的是为了过去 建立反攻基地吗 你信吗 没错 我的确 是在以权力貌似 可我至少在立即治愈 还在喂人 小月 我的时间并不多 事实上 我已经离开了国防部 在我临职到金人者上岗 只有十天的真空气 而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天 所以 我请你帮帮我 帮我 也就是在帮你自己 小月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 无论你怎么看我 但对我来说 你都是我生命中 唯一值得拥有的男人 对 我的将来 也是你的将来 对不起我 我 我脑子很乱 你让我再 想想 我只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其实 要颠覆自己 只需要跨过一个台阶 越没有想象得那么困难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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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人 否则割喉